说这话,那多招儿听呢 大,大过年了 不容易 难了 别说了 来 来,大哥,你再站住一个 谢谢你 来,过年好 过年好 过年好 姑娘,结账 五十 太结,行吗 大哥 那边去 开玩笑呢 咱俩的账 早晚能结清 干啥呢 几个菜啊 那咋还喝哭了呢 叔 我 我想我妈了 以前过年都是我妈给我包饺的 今天这冷炕凉菜呢 我跟着你 我净吃苦了 你看你说的玩儿说的 不吃苦就像幸福 那么纯属二百五吗 你应该有点敬业精神呢 我还不算敬业啊 谁让咱们重塑 特殊行业了 那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在江湖飘 身不由己啊 我干了这个 男精神没洗手 省得这么提醒 吊炸 怎么会这么巧 刘奔和老谷在一家饭馆遇到了 因为当时只有这家饭馆还开着门 还因为老谷可是有备而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要炸毒刘奔吗 没有证据啊 而刘奔的心思早已飞到了连分那里 老谷也特别思念自己的家人 为了追到刘奔 他不能回家过年 连儿子的婚礼也可能错过去 老谷的心里也着急 但他更想好好的劝劝刘奔 劝劝这个在危险边缘徘徊的小伙子 而在大车店里 贼叔侄啊 因为得到了食客的头像 正在喝大酒庆祝呢 没想到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